换个角度看世界 台东线附近热气球空中浏览后 再度创全国实现 牺手业者推出新兴的空域活动 高空跳伞 有10名来自台湾、俄罗斯 以及乌克兰的专业教练组成表演团队 16号起连续10天在路野高台带来精彩的演出 而业者也期待未来朝体验经济发展 从今上一月而下 享受急速下坠的刺激快感 过程中还能俯瞰花东纵谷美景 挑战人类极限的高空跳伞运动 在国际间微微风潮 现在不用出国 在台东也能欣赏到专业级的表演秀 最能享受在空中的状况就是 自由落体的时间 他跳出来的时候 然后降落的时候也很好看 不论是双人伞 花式造型还是团队接力 竞赛演出看得民众游客 拍手欢呼不断 街帮热气球台东线政府在创全国之先 携手航空业者推出为期十天的 高空休闲跳伞演出 由是为来自台湾 俄罗斯及乌克兰的专业教练 组成表演团队 从8月16号到8月24号 每天三梯次在陆野高台演出 台湾应该是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个场地 然后公开的在这边做表演 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跳伞真的很棒 这是全世界都很普遍的运动 但是我们台湾要赶快追上 跳伞好手在自由落体 三聚操控及团队默契 展现细腻专业技巧 为观众带来高规格安全的表演节目 不过现这段主要透过演出 推广高空跳伞运动 业织也希望未来进一步朝向开放体验的方式来发展 让民众用不同角度探索台东的美 也让台东的天空越来越好玩又有趣 接下来会陆野香报道